作詞・作曲 李宗盛 總統當時是跟我講說 他希望我出來擔任行政院院長 當時我就跟他講 我們民進黨人才積極 我不算是最好的人選 學術研究一直是我終身最愛 但是總統就跟我說 這是他任期的最後一年 我們需要有一個新的氣象 我一直覺得服務公子對我來說 是一個招將 也是一個奉獻服務的使命 所以我也考慮了很久 當我還在考慮的時候 總統就打電話說 你覺得怎麼樣 後來我還是就打贏了 當我看到有一個家庭 有四個人 然後其中有三個人都在家裡死亡 而沒有人來提早能夠救助的時候 我內心是很疼痛的 很不捨的 我當時在要出來當任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實際上我到教堂祈禱的時候 有一句話在我心中 一直繞著不散的 為您所小兄弟中 一個所做的就是為我做 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夠 對弱勢者提供照顧的時候 沒有辦法對最小的兄弟提供服務 這就不是一個完美的社會 所以我一直把照顧弱勢 照顧這一些光寡孤獨廢吉者 當作是我未來要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當了行政院長的時候 我發現需要很多的溝通協調 我就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像缺氮因為碰到了禽流感 然後氮的生產就減少 但是當雞蛋不足的時候 一定要去補足這個缺口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做 這個國外的採購 但是國外採購的時候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因為日本、美國 我們以往從那裡 輸入雞蛋的這些國家 實際上也碰到禽流感 他們還搶著到國外去搶購雞蛋 所以我們的主要的供應國就沒有了 當我們開始要求農委會 每天要採購兩百萬顆雞蛋 一個月要採購六千萬個雞蛋的時候 他們也是第一次接到這個任務 外交部來幫忙 我們要經濟部來幫忙 我們要財政部來幫忙 我們要交通部來幫忙 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好像採購雞蛋四個字 可是所需要牽涉到的部會 有六七個部會那麼多 怎麼樣在很短的時間內 供應足夠的雞蛋 實際上就是行政院這個工作 讓各個部會各盡守職 而且在最快的時間內 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除了雞蛋的挑戰以外 缺水也是另外一個很嚴峻的挑戰 2016年開始 我們就展開的一系列的前瞻基礎建設 是有多重要 石門水庫的上游的地方 我們蓋一個清淤隧道 我們要開始清淤的時候 以水利的方式讓它衝下來 那在很短的兩小時的時間 可以清運1.6萬輛卡車的淤泥量 我去看的時候 我真的嚇了一跳 哇台灣有這樣的一個水利工程的能力 而且所有的設備 所有的這個設計 通通是台灣自己的分土的能力 最近的乾旱的旗行 比起2021年的百年大旱 還要來的嚴重 可是我們的水庫 它有足夠的容量 沒有任何一個地區 是分區限水使用 我相信外國的專家來到台灣 一定會讚嘆說 喔 你們台灣抗漢的努力 要引為楷模 這就是政府應該要努力的地方 其實我是盡可能的 不要跟在立法院 不要有衝突的情況 但是呢 有些時候 我們面臨到一些不真實的事情 完全違背這個事實的時候 當我們需要站出來 對抗極權威脅的時候 文攻武嚇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挺直我們的腰桿 跟他說 不 我們沒有辦法屈服 我們絕不屈服 所以我們一定要堅強 這個是溫柔 再怎麼溫柔也要堅持 這個自由民主的這樣的道路 要捍衛自己很必要的 其實他也說 我們這一年 不是要結束他的任期 更重要的就是 利用這一年的時間 把台灣打造的一個更堅韌 能夠更永續的一個國家 要準備好未來 最起碼四年該做的事情 所以不是七加一的工作 而是一加四的工作 那我們現在為了高科技產業 能夠更好的一個發展 還有為了綠能 要能夠永續 我們現在在做的很多的工作 實際上真的都是以 讓它能夠到2030年 2050年能夠達標的 這樣的一個目標來做 所以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這是台灣人民的福氣 我這樣的一個領導者 願意在不斷的在他的任內 就要做到讓未來還能夠更好 所以我覺得他有智慧很勇敢 因為有他的堅持 所以我也很幸運的 很榮幸的能夠相助他 在我們這樣的一個執政團隊的努力之下 能夠勃太敏感 大家都能夠對整個執政團隊有信心 而且對民進黨的執政有信心 希望能夠有所延續 這是我自己覺得 我現在是要盡得最大的責任 所以我也努力的往這個方向來進行